现在武汉肺炎的疫情是越来越严重了 那从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呢 其实又再一次证明了 共匪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首先呢 本来在12月初呢就已经发现病毒是很可怕的 嗯 但是因为这个专制体制它这个维权 体制的这个这个可恶之处啊 才会导致到今天不可收视的这个地步 所以遭殃的始终都是老百姓 而且有很多的证据写明呢 这次病毒的来源呢 可能就是土共的这个批示实验室 那总而言之呢 只要共匪一日不出 中国老百姓呢将永宁了 至于具体共匪到底有多邪恶 它对中国人带来多少灾难呢 这些呢实在是 不是 用用用语言已经很难去 形容了 这些具体的我相信 国内外很多那些反共人士都非常的明白 不需要再多说了 那现在问题是 怎么样才能够根除 进一步讲呢 说怎么样才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这个政治 那首先从很多的预言书呢 其实都已经讲到 今年呢就是今年呢 是中国政局要开始发生根本改变的一个起点 英国的预言家讲到 会有类似香港的这个反抗 而习近平呢会因为 这个太多的反抗 而妥协 这个刘伯温的这个预言书呢 也讲到了这个 也有与这一次疫情惊人的相似 而推背图里面也讲到了中共是99年成大处 今年刚好是土共的99岁了 也该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所以其实比较理想的和 能够最低减轻中国人民痛苦的办法呢 就是习近平呢能够解散中共 像戈巴乔夫一样 如果有许多的这些 这个有识之士能够联合发达国家 正要一起来奉劝 习近平能够实时务为俊爵 因为现在民心已经事变 再这样下去只会越来越乱 与其等死不如给自己留条后路对吧 老百姓是会原谅和善当那些为国家民主 有贡献 的人 当然人类的历史呢 其实是由上帝和决定和掌管 可惜大多数基督徒呢 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 比如说呢 能够蒙福的过上安稳的日子 其实啊 这恰恰是他们不能顾好日子的根底 因为基督徒其实本来就应该照着神的旨意来治理国家 圣经中呢 亚当治理那个伊甸园其实是异于表治理国家 而美国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基督徒行使了神赐予治理国家的这个权柄 而基督徒不关心政治 其实就将权柄拱手烂除 结果魔鬼就一定会去想办法窃取这个权柄 就像欺骗夏娃窃取了地上的权柄一样 结果咒诅灾难就临到了人类 圣经上记得很清楚 其实这一期是预表的 它不仅仅是借在一个故事而已 其实人类所以问题呢 根源好答案在圣经上都有记载 它不是用明的方式 它往往是会用一个故事的方式在里面 这个需要属灵的智慧呢 去挤开其中的这些奥秘 所以呢 影响和关心政治其实是基督徒的天职 而不是让你们天天到晚就在教堂里面唱唱歌歌 唱唱歌歌然后祷告一下 然后每天吃喝玩乐 把家伙当个俱乐部一样的 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这将来可能 会受审判的 是无法交账的 不去影响政治才是狮子 所有的地财会受咒诅 所以呢 就中国来说呢 基督徒是最应该起来抵挡装置政府 进行新时代的革命 完成基督徒身中山未完成的任务 香港的反送中已经打响了第一枪 他所提出的口号呢 也有灵界的意义 只是我们要光复的不只是香港 而是整个中国 所以全天下的华人都应该起来呢 高声的话 光复中国 时代革命 阿们 在中国人都应该起来 来自娱乐部 好 好 感谢观看